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在場应该很多设计师 然后写部落格的使用者 然后各种文化使用者都有 那我只是想要特别告诉你们 不管你们的姿势是什么 这一个议题都会跟你们有关系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那首先呢 我想在这边的人 应该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我 所以我还是不免俗的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Aaron嘛 然后我之前呢 在美国待了九年的时间念研究所 还有工作 专门做网约设计 后来呢 2011年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就开始用Wordpress来做接案 一直当今年的五月的时候 我才创办了这个 网站带路级的这个网站 然后开始写一些轻松简单的 Wordpress的教学 帮忙推广Wordpress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 今年八月的时候啊 就跟我们漂亮的Yuli小姐一起 办我们板桥的小剧 所以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板桥的新屋站这边 然后来小剧跟我们交流 好那我们要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要开始进入主题了 真的没有人要来了吗 真是的 我还以为会有成千上万的人 好吧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一开始 我们呢这一次是要很快的呢 Wordpress 5.0会要来了 Wordpress 5.0什么时候会来呢 我在这边先卖个关子 到结尾的时候我再告诉大家 那这一次最大的改变 升级之后最大的改变之一 会是我们要把这个预设的 传统编辑器正式改变 改成Gutenberg的编辑器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画面 这个就是Gutenberg编辑器 打开我们的文章的时候的样子 就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 很简单很干净 好 那有没有人在场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要叫Gutenberg 这只是顺带一题 反正今天我们可以把它讲完 好 我们请John跟他说一下 为什么叫Gutenberg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欢迎跟大家分享 你懂吧 你就说吧 Gutenberg其实是一个人民 然后他是一个德国人 然后1398年出生的一个德国人 然后他第一次发明了这个活字印刷树 那因为他的发明呢 造成了很大的 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媒体界的这个革命 所以呢 Wordpress这一次就用他的名字来做命名 为了要对他表示尊敬 那这个是Gutenberg这个名字的来源 好 然后我们就到下一页 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只有半个小时 所以我就是用一个很简短的影片 只有一分钟 然后想让大家很快的先看一下 Gutenberg他用起来的感觉 大概是什么样 好 那我们请Yuli帮忙 他会跳到另外一个网页 然后 啊 要点一下上面的概括 我帮我够梗了 哈哈哈哈 点一下这个作业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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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点点普遍就好了 嗯 嗯 不能点普遍吗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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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已经他怎么会跳的呢 可以 没关系 慢慢的 因为我想说我在这边慢慢的 哎 操作的话其实也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找一个影片直接播不得快 所以我就找一个影片直接播不得快 好 我下一点点 然后呢我就坐下来就要挡到大家 不能说 我估计 可以吗 哈哈哈哈 我更大 当然正前方 看到我美丽的头 这样我能达 躲起来 可以说吗 感谢观看 这个是安装嘛 现在还有一个外挂 现在当初是从安装开始 可以改颜色 改背景颜色 还可以直接拖拉 就改图片的尺寸 然后改一下对齐的方式 按钮也可以很容易改颜色 然后帮文字做出题 还可以直接插入这个 code 的block 删除内容 字体的放大缩小 然后插入媒体图片 可以砍入 或是这样的东西 好啦就这样走快 现场我问一下 有没有人 根本没有 还没有用过boot temper的 可以举一下什么 还没有用过的人 太好了 你们没用过 我就可以教你们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要改变 就很多人就开始问 我们的wordpress用得好好的 那我们这一次 为什么要改变呢 为什么要换这个编辑器呢 那我统整了两个 我觉得最大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呢 第一个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 在你们的左手边 是目前的传统编辑器的画面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网站的后台 在你们的右手边 是他真正前台的样子 那你们现在看 觉得很习惯啊 因为你们都是用wordpress 用很久的人啊 那大家都觉得还蛮理所当然的啊 可是 对新手们来说是这样吗 因为我现在是带路机啊 我带了好多的新手 大家都跟我反应说 这个左边是视觉的编辑器吗 一点都不视觉啊 那个 这个图片在这里 这里也有图片 可是这里都没有啊 两篇相较之下 根本就不像 所以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Gutenberg 为什么要有Gutenberg的 第一个最大的原因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做到 所谓的所见即所得 在外国他们叫做这个叫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前台跟后台 sorry 前台跟后台 是不是就接近非常的多 对不对 你们其实也不一定可以很容易分辨的出来哪一个 是后台 好啦 因为这个有左边有这个选担 所以是后台 对那他们图片是图片嘛 文字是文字 稍微有一点点样式上面的差别 是主题带给他的CSS的样式 可是其实基本上非常的接近了 那这样子对新手来说 学习上面也会更容易 所以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的话 就要讲到一点点 wordpress的历史 你们有没有想过说 我们的编辑器 目前用的这个编辑器 传统编辑器 已经用了多久了 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大概就是用这样子的编辑器到现在 好我跟你们说 经过我的考察呢 我发现从2008年的时候 wordpress 2.5的版本 那时候的界面 看起来跟我们现在界面 几乎已经很接近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十年来 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年了 这十年之内 我们的编辑器竟然都没有找进 这有点奇怪啊 因为这十年之内 其实网络的事件 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YouTube就出现了嘛 然后Facebook也出现啦 还有Twitter啊 Fleekr啊 你们想到各式各样多媒体的东西都出现了 可是 我们的网页内容 每次想要增加这些多媒体的资讯 然后砍入一些资讯的时候 就会变得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我们的传统编辑器做不到 我们想要砍入一个Fleekr照片做不到啊 想要砍入一个Facebook的资讯做不到啊 然后大家都想办法 好吧 我为了要能够砍入这些资讯 我们只好来安装外挂 那安装外挂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每个外挂它的使用方式都不一样 那每个外挂的Quality也不一样 品质也不一样 那对新手来说就变得非常的困扰 那我到底要用哪一个外挂 来砍入这个YouTube比较好啊 那砍入之后到底要怎么用啊 那我是不是要用代码 short code是什么东西啊 开始有这种很奇怪的问题都出现了 所以呢 Gutenberg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我们为了要统一插入各种内容的方式 那要怎么做到呢 这个这时候啊 Wordface的团队大家就聚在一起讨论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统一 让大家插入内容可以比较方便 不再需要用外挂 不再需要什么小工具 一大堆奇怪的东西 不要short code 那他们就介绍了这个全新的概念 叫做区块 block 那这个这个东西 这个区块的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几乎就是Gutenberg的最最重要的精髓 所以今天我们会一直提到这个区块 那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的简单 你们刚刚看影片可能有一点点基本的概念 其实就是在左上角的地方 会有一个加号 你就按这个加号 他就问你那你要加什么内容啊 然后就选了那个内容类型之后 就加到画面上 画面上的任何的资讯都是区块 这个地方我们就先讲到这 后面还会再讲更多的细进一步的介绍 那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要用Gutenberg之后 接下来我就跟你们稍微介绍一下要怎么使用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首先呢 第一步 很简单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只是用加号 而且它的这个加号不是留在左上角 其实内容里面你的滑鼠 移到任何一个地方 这样是空白的地方 它都会出现加号 所以你就是很直觉的 你的手放到哪 他就加到哪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你按了加号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 下一步就是它会出现这个下拉的选单 那这个地方 会出现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的选单 那我把它一次都 截取画面出来给你们看 那我举一些例子 像是比较常用到的会是标题 标题的区块 还有图片 还有艺朗 这个都很常见的嘛 然后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是按钮区块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连按钮这么简单的事 以前在传统免体系还不好做 还要透过short call什么的 可是现在Footemper都不用了 所以这就是你可以选择 28种预设的内容区块 然后选择你想加的东西 选好之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下一个就是除了这28种内容区块以外 你还可以砍入多拿35种的多媒体 跟社群媒体的资讯 就是说如果你想加区块啊 不是加这些内容 你这一次是想要砍入资讯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你要砍入Facebook啊 或者是YouTube 台湾常用的这些啊 还有Leaker 然后 是Twitter这些都还蛮常用的 就变得很相当的容易了 那我们点了这些资讯之后 接下来会看到什么呢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直接给你们看看 这个区块的范例 给你们看看 我加了那些区块之后 它大概会长成什么样子 这个按钮区块是我最喜欢的 就是你只要设定一下文字 按钮上的文字 还有背景的颜色 那你就可以产生这个按钮区块长这样 不过目前的版本还不能用新视窗开启 好就让你们知道一下而已 再来是档案区块也是我觉得很特别的 以前啊 你要让人家下载一个档案 都不是这么简单 现在只要指定说我希望访客 要能够下载哪一个档案 它就自动有这个UI 自动给你一个下载的按钮 非常的方便 音讯的区块也是 我只要指定MP3 它就自动跑一个播放器出来了耶 超方便啊 然后呢就是YouTube的区块 YouTube的区块也是只要砍入一个 YouTube的连结 它就自动变这样 剩下这两个是我最喜欢的了 就是砍入Facebook的贴文 还有砍入meduck.com的贴文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两个呢 因为啊以前Facebook没有办法 这么容易的砍入嘛 那可是就我知道 其实Facebook 自己在经营粉丝业的时候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我在经营粉丝业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Facebook 其实不喜欢我把人 从Facebook带离开 然后到我自己的网站 所以我就变成换个方式 我就会把贴文 直接砍入到我的网页里面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网站里面 直接做互动 直接按赞啊分享啊 然后可以反而是从我的网站 连到Facebook那边去做互动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顺序也比较好 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Facebook的区块 那meduck.com的话就是之前 我在跟Yulit一起办这个带录剧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说 Wordpress原来要办小剧 小剧的那个活动网页都是在meduck.com上面的 对那我就很难很轻松的 把这个资讯放到我的网站上啊 那现在就可以很方便的 只要把网址贴过来 然后它就自动产生这样子的一个UI 然后直接就会显示说有多少人参加 然后活动的资讯 所以就能够砍入这个资讯就变得真的非常的方便了 那这就是一个5V而已 接下来啊 我们大概知道它可以做什么之后 然后我下面要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个Bootenberg有三个比较大的特点 然后哪三大特点呢 第一大特点是 我先想看 看一下画面直接看 随着情境而出现的设定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啊 你点了画面上你增加的任何一个区块 你在点选它的时候 它的右手边会出现更多进步的设定 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让我不知不觉的在使用Bootenberg的界面的时候 我会很专心的在我的写作上面 因为我可以很轻松的按这个齿轮的按钮 它就会先把设定先隐藏起来 这一整排都会先消失 当这一整排消失的时候 我是不是所有的画面都在写文章 然后我就会非常的专注 这个东西就会替代掉以前传统编辑 其实不是还有一个好像专注模式还是什么的 其实我自己都很少用那个功能 可是现在不需要特别去切换那个功能 其实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很专注在你的写作上面 然后只有在你真的点选某样东西的时候 它进一步的设定才会出现 像是图片的尺寸大小啊 然后图片的这个替代文字啊之类的 然后这个功能呢也会延伸到就是说 像我做研究的时候发现Yoast SEO这个外挂 他们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他就说未来他们的外挂 也会朝这样子的方向来做更新 以前啊Yoast SEO啊 就会把所有给你SEO上面的建议 放在整个文章的最下面 有没有印象 他都是放在最下面 可是以后不会这样子的 以后最下面的资讯会变得比较少 可是他会把 他要给你的建议 随着你点什么区块 他才告诉你在右手边 也就是说你点了今天点了标题 右手边就会告诉你说 Yoast SEO建议你说这个标题 该怎么做你的SEO会更好 所以他是比较直觉的 随着你点选什么 告诉你什么资讯 那这就是Gootem的其中一个特点 然后下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下一个特点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们在场的人 有没有人用过Elementor 有没有有用过的举手 Elementor应该是很popular 很多人用过 你们这些有用过Elementor的人 应该就不会陌生 有时候有一些内容 你们在写文章中有些内容 你是希望他重复出现在每个页面的 那这时候你就会很需要一个功能 叫做可以增加重复使用的区块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所以Gootem呢 这一次也很聪明 他跟Elementor之类这种东西 他们有做这种类似的功能 就是在你选区块的时候 然后呢 像我现在这个是一个段落区块 当你点选这个段落区块的时候 他会出现在这一台选单 你可以指定这个段落的对齐 粗体大小这些 然后在这个更多的地方 他就会有一个选项 叫新增至可重复使用区块 那你点选一下之后呢 只要给这个区块一个名字 组存好 下一次你要新增区块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一个 你刚刚存过的可重复使用区块 那这个东西就真的变得非常方便 有时候我自己 我之前就常常在每个文章 最下面都要一个call to action 就是呼吁行动的那个区块 我就可以拿来 用这个方式来做 就不用在每个页面 重复再增加重复的内容 好 这就是第二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第三个呢 第三个Gutenberg的特点 就是 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重度的手机使用者 然后我常常窝在床上写文章 那这个时候啊 我就会需要Gutenberg也要能够在手机上也能用 来看看 好 所以呢很多人会好奇说真的可以用吗 那经过我的测试啊 他在手机上面的页面就是成绩像这样子 你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去点选任何你曾经增架架过区块 然后就可以直接有那个keyboard 键牌会跳出来让你打字 然后呢你想要新增区块的时候 他的使用者界面和电脑板其实是非常的接近的 因为他一样是在左手边让你新增 然后右手边一样有这个设定 对所以呢 可是唯一的差别是因为我们手机上面的那个空间有限嘛 不像在电脑上面这么多 所以他预设的这个设定的区块一直都是隐藏起来的 那你就是先新增区块啊 然后他就领你这么多的选项啊 然后就把一个一个区块加进去内容里面 然后真的等到你内容都写好的时候 想要进一步做一些设定的时候 你才去选选择区块 然后把这个齿轮叫出来 然后才做一些什么对齐啊的设定 或者是图片大小的设定 那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好用了 我甚至觉得他以后有可能会取代 呃我们之前还会用wordpress的app来写文章嘛 其实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用的话 以后我可能只用这个写 就不用用wordpress的app来写了 好那这个就是手机上面的 使用者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呢 我来讲讲看说 Gutenberg和什么其他的常见问题 因为在座很多人都没有用过Gutenberg 然后你们一定会有一些 很大家常常都有的疑问 那我这边会列几个出来 第一个是跟这个内容编辑器相关 因为在场的各位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传统编辑器不够看 不够好用 所以你们可能都有在用这个page builder 各式各样的page builder 在场的人是用elementor的有没有 第一笔的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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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笔的有第一笔的 有第一笔的有没有beaver builder的 没有beaver builder 有没有人用Aveda的 也没有欸 欸有欸有一个好 那所以呢你们用各式各样 你们讲这几个 你们这些用各种page builder的使用者 你们一定会好奇说 Gutenberg出来了之后 那我们这些page builder还可以用吗 曾经做过的东西会不会坏掉 好我接下来要回答你们这个问题 他跟其他的编辑器相融吗 目前呢就我看到的资料 我就是每个page builder 去找他们的文章研究嘛 然后目前的说法都是一定可以相融 你们的东西不会坏掉 原因是因为Gutenberg其实是支援show code 就是你曾经在你的文章里面 增加过的那些短代码 他们都还是一样可以用 不会不能用 所以你们的内容page builder的内容 还是可以用 只是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现在最基本的整合方式都是这样 在这个新增页面的地方 旁边有这个下拉选单 就是你要新增页面 你要新增哪一种内容编辑器的页面 所以你可能就会在这边看到说 如果是fusion builder的人 你可以选择用fusion builder 然后这是第一笔的情况 你可以选择第一笔 那如果是已经在页面里面 这个是页面里面的时候 他会直接让你切换 那你现在可以 要不要把它跳成用beaver builder 我相信elementor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然后像fusion builder也是这样 就是在页面里面可以直接做切换 所以其实和现在的方式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现在我们的传统编辑器 我们的传统编辑器啊 也是一样可以在页面里面直接跳 就是切换到elementor之类的编辑器嘛 所以这个相容性的问题 大家就不用担心 那唯一一个我觉得比较特殊的 是这个wp-battery-builder wp-battery-page-builder 他这个编辑器呢 他们目前有做到 你可以 他们可以把gutenberg编辑器 当成是一个元素 一个element 然后加到他们的编辑器里面 也就是编辑器再包着编辑器 那现在这件事情呢 是只有这个wp-battery-builder 这个做到 所以我自己也试过了 就还蛮好玩的 就变成你明明就是在用wp-battery 然后可是你真的想要用这个 砍入功能的时候 因为我喜欢砍入me.com的那个资讯嘛 那我就去新增 gutenberg编辑器的元素 然后呢 他就打开了gutenberg编辑器的界面 然后我就去做好 我要编辑之后储存 我又回到wp-battery了 那这件事情只有这个 这个编辑器有做到 其他的都还没有 那其他的编辑器以后会怎么样呢 大家都说他们会有崭新创新的这个升级发展 可是都还不明确 这可能就变成以后大家 如果想要知道进一步消息的话 可以到带路基的网站 我再跟你们分享 好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问题是 等到这个wordpress 5.0出来之后 市场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那我这边想到的几个可能性 就是第一个应该就蛮基本的 因为每次wordpress有重大改变的时候 当然就是会需要一段适应期 因为很多外挂都还来不及升级啊 然后主题还来不及升级 所以能相容的外挂很少 那大家选择上面都一下子少很多 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外挂 它的功能已经被Wootemper取代了 像我刚刚讲到那个可重复使用的区块 在过去可能是用content blocks 这个外挂嘛 那以后这个外挂可能就不太需要了 那那个外挂就不更新了 就消失了 那还有像是那个什么ultimate show codes 像这种短代码的外挂 以后可能也不见得会存在 所以会有一些外挂 因为Wootemper出现了消失 再来最后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block pintage外挂出现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 预设的这个Wootemper预设的外挂 sorry Wootemper预设的这个block区块 其实总共就是63个 内容的外挂加上可以砍入的这些外挂 总共就是63个 可是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这个东西 是63个以外的呢 那这个时候就有越来越多的厂商 他们开始出这种区块包 你可以去下载 总共至少现在有十几个 然后每个下载量都还不是很多 可能都是几百个几千个而已 大家都在强势战略 好然后呢 他们就是可以让你做到说 你只要安装了之后 你可能就可以增加这个架目标的区块 或者是testimonials 像是这个叫使用者见证的区块 然后tips 就是夜迁的区块 或者是accordium 就是那个叫手工琴啊 可以展开啊 合起来这种 所以会有更多更多不同的区块可以使用 所以会有这种区块包的出现 所以以后你们也可以注意看看 可以做一些网站上面的编辑器的延伸 好那下一个改变是什么呢 下一个大家常常会问的问题是 我的网站如果一旦升到了5.0之后 大概会文章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的原本的文章是用传统编辑器写的啊 那一旦升级的时候 会不会不相容了还是很丑还是怎么样 好给你们看一下范例 看看我自己的网站范例 升级后网站会变什么样子呢 我自己的网站啊 因为现在wordpress5.0还没出来嘛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也是这样 我就是说一直到9月27号 各位看其实才不到一个月前 我的主题 我所用的这个主题叫Jana 我的主题才终于释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可以跟Bootemper相容 所以其实我准备这场演讲 就是每天都在改变 因为是资讯每天都在变 那我一直到9月27号的时候 我终于有机会把我的主题做升级 一升级完之后 我安装了Bootemper的外挂 我自己也迫不及待想知道说 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有特别照了 截取的画面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原本的文章 在传统编辑器的样子嘛 然后他一旦升级之后 他就变这样 那大家会发现说 我原本在这个编辑器里面的内容 其实是原封不动的被搬到这边来 搬到一个区块里面 这就是Bootemper的编辑器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他有一个区块就叫做传统编辑器的区块 所以你的内容会原封不动的被包在传统编辑器的区块里面 也就是说就算有一天你真的都不想用什么那么多区块啊 要点了区块之后去新增区块什么的 你真的不想要学习Bootemper怎么用都无所谓 你只要学会 我可以增加传统编辑器的区块就好了 我就可以维持我原本的写作方式 那这就是传统编辑器的区块的样子要你们看一下 那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你升级到5.0之后 那预设就一定是Bootemper的区块 Bootemper的编辑器嘛 那大家就会问说我一定要用吗 我可不可以真的我不想用 我可不可以不要用Bootemper 关于这件事情呢 如果你真的很不想要用Bootemper的编辑器的话 目前有两个解决的方式 第一个呢是你可以安装有一个外挂 可是这个外挂不是官方推出的 有一个外挂叫Bootemper Bootemper 有这样子的一个外挂 你就可以直接停用它 可是这不是官方的哦 先讲一下 那真正官方推出的外挂 其实是这一个 这个叫classic editor的外挂 这个外挂 就是可以让你安装之后 然后你在选择要新增什么页面的时候 你就选择说我要用传统编辑器来做编辑 那就可以不用去用Bootemper 那这个就是 这个问题 给你们一点建议 接下来呢 我们在升级之前要注意些什么 我建议大家可以到他们官方网站 Wordpress的官方网站 它有一个页面可以让你直接做测试 你不用安装Wordpress 不用安装任何的外挂 它直接就可以玩 那去那边玩玩看 那当然在升级之前大家要注意一下 升级的资讯嘛 你可以到代入记的网站来follow我 或者是你们可以到Wordpress的各大社团 一定都会公布消息 那你们也注意一下自己的主题 跟自己的外挂 最近有没有升级的消息 尤其是如果你的主题跟外挂 已经很久以来都没有升级过 好像的孤儿一样没人照顾的那一种 那你们就要很小心 可能要开始寻找替代的方案 不然的话你们的网站会升不上来 再来最后一个老吊虫谈 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备份再做升级 不然的话 就会我曾经也遇过的那种悲剧 那就是你没有备份好 没有再测试我们再先做好 升级之后网站就全部都坏了 所以如果在场有比较新的新手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时间 是吗 对时间表 那在什么时候会发布呢 Wordpress的5.0目前的官方说法 是预计11月19号的那一周 所以是11月19号到27号之间会发布 那不过啊他们也是有诞书 假如不小心真的来不及的话 应该是会延到圣诞假期之后 所以就是1月22号左右 好就让大家先知道一下 最后面的结论 今天的总结呢 就是说我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讲太多太细的东西 那给大家一些初步的认识 那基本上我觉得Gootember 不只是改变了大家写作的习惯 也会改变到就是外观主题 还有这个外观主题跟这个功能的外挂的使用的方式 那而且啊其实从我的这个资料搜寻的过程中有发现 Wordpress的官方开发团队是说 Gootember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他们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更进一步的开发 那之后会大概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可以跟大家提一点点 据说呢以后甚至连选单都会有选单区块出现 甚至连侧边栏里面的小工具都会消失 那小工具可能就会被区块取代 最终最终Wordpress的目标是希望做到 我们用延伸区块的概念来设计整个网站 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未来 虽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好像觉得一时 好像要改变自己的使用习惯变得很不适应 可是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之前在做研究的时候有发现 其实Wordpress一开始是2003年的时候开始发布的 然后第一次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用那个编辑器是完全重文字的 是完全不能去新增图片什么 就是只能达成4码那时候就是很阳春 所以真正P4呢开始介入介绍这个视觉化的功能 可以让人家用按钮啊去新增一个图片啊 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是在2005年底 Wordpress 2.0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整个社群呢也是造成大轰洞 大家都很害怕 明明就用得好好的啊 为什么突然又变了 因为以前是纯文字 现在变成不是纯文字 光是那一次的改变 吓坏了好多人 跟我们现在的反应都一模一样 那一次的转变也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慢慢的变成大家现在那么喜欢Wordpress 所以就是说这一次的改变 也会让大家会有一点不适应 会有一些震痛期 可是我是觉得都是为了可以得到更方便的未来 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的使用者 愿意使用Wordpress 因为非常的容易学习 那最后最后呢 我就是说请大家就是要给我们 Wordpress的开发团队多一点的信心和鼓励 然后跟我一样 其实我是很喜欢Wordpress 我是觉得很兴奋的 我是很期待它可以变得更好的 那大家就是给他们多一点信心 多一点鼓励一起迎向这个更聪明 更现代化的Wordpress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 那这时间的关系 然后我们会后会有after party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问阿瑞 那这边我们就邀请阿俊 所以就是这一次的活动总招 来帮我们讲一下秘密 然后讲完这么大不要走 那个后面就是after party有披萨 然后还要问阿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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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